奥斯卡金像奖入围名单公布 纽西兰女导演郑康平的《全山季》成为最大热门 入围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12项大奖 科幻大片《沙丘》以十项提名紧追在后 日本电影在车上同时入围最佳影片 最佳国际电影等奖项 堪称是自韩国寄生上流以来最强的亚洲电影 台湾演员袁子云也在片中演出 由台湾女婿巴沃丘宁多杰指导《不单是教士》 入围最佳国际影片奖 巴沃丘宁多杰是台湾剧作家赖深川女婿 担任制片的妻子赖范云表示 当下开心到激动尖叫 希望全家能到美国参加颁奖典礼 《不单是教士》挺进前15强后 国际知名导演李安也与巴沃丘宁多杰对谈 不只增加不单是教士的曝光度 也让观众能听到巴沃丘宁多杰的创作历程 最佳男主角方面 王者抵察的威尔史密斯 全战季的班奈迪克康伯败区 倒数时刻的安德鲁加菲被视为前三强 其中威尔史密斯最被各方看好 有望成为奥斯卡史上第五位黑人影帝 最佳女主角提名 由神圣电视台杰西卡切斯坦 对上成为李卡多之路尼可基曼 失去女儿的奥利亚维亚科尔曼 平行母亲潘尼洛普克鲁兹 还有史宾赛克利斯丁史都华 原本被看好再度以哭泣 豪门谋杀案入围的女神卡卡 意外出局 新唐雅的电视李晶晶综合报道